今年的新年特别长,总共一个半月,咱们的话题可以充分地展开 对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钱袋子 俗话说得好,钱袋子不鼓,心里面打鼓 快过春节这个大节,大多数老百姓都在为钱袋子能不能应付开支发愁 所有的媒体都在说,中国已经如何如何发达 至少每人好几千美元收入应该算是中等发达 或者说是进入了小康了 那还发什么愁呢?确实有不少人进入了小康 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小资本家,小白领什么的 电影电视里不都是这种场景吗? 而且人数还真不少,超过了一般大国的人口 但是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这几千万人比英国法国人口还多 可是在中国也就是5%的样子 绝大多数人仍然陷于贫困之中 我说的不是中国政府公开承认的贫困人数 这个标准本身就低得不正常 而且数字还被作假 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之外 大家都知道那个数字不算数 大家可以在自己周围看看 有几家老人看病不发愁 孩子上大学不发愁 年轻人买房子结婚不发愁 一家人吃饭营养不发愁 等等等等不发愁的人家 可是不到百分之五吧 也就是说另外的95%的人民大众都属于层次不等的贫困人口 人民日报们每天都在辩解说 美国也有穷人啊 美国报纸自己说的 那还有假吗 一群五毛和愤青们也跟着压呀 就是听说那边买房子也不容易 上大学还得贷款 满街都是无家可归者 呀呀呀呀 但是人民日报没有说 美国的无家可归者 由政府人员把他们送到收容中心 有吃有喝有屋子住 平时还有各种慈善组织免费发方面包 黄油和牛奶 让有家可归但不富裕的穷人保障营养 小孩子上到高中一律免学费 还有免费的午餐和免费的校车接送 更值得一提的是 即使不是合法的美国公民 小孩子上学仍然享受一样的待遇 这和最近被习近平驱赶的所谓低端人口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话说中国号称已经粗不发达了 而且号称哪年哪年就快赶上那个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了 为什么连这点起码的保障措施都做不到呢 为什么亿万风马上就超过美国 而穷人这么多也没有起码的保障呢 这就要看看两国社会经济结构有什么不同了 美国是个民主社会 也就是说老百姓选民是主人 这个主人就体现在一切社会经济措施 都必须保障主人得到很好的照顾 从工资福利到各种保障 依照对穷人的照顾都必须照顾到 否则主人不高兴了 您老先生就得下台 所以他们的国民收入大部分是老百姓消费掉了 这个消费反过来也保障了生产的发展 经济和发展都围绕着为人民服务 中国是个专政国家 权力被一小撮人所垄断 钱也当然是被一小撮人所垄断 人民被他们当作奴隶或者牲口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只能给他们提供能够保障再生产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了 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享受 为什么要和牲口共享呢 当然高级牲口们也就是他们的坐骑和宠物的待遇会好一些 例如那些院士委员之类的待遇早就已经三种精英相结合了 总而言之 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说法还是正确的 例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就没有说错 中国和美国之间政治上层建筑不同 就决定了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待遇和美国老百姓有着根本的差距 陆媒列出大陆2018年中国最富的1000人 总财富达到惊人的12.5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马化腾居首马云第三 但外界质疑中共红色后代和官二代才是大陆最富有的人 陆媒见面1月29日推出的2018年中国最富1000人榜单 上榜者门槛为30亿元人民币 前11名者的财富都超过1000亿元 其中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以282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问鼎首富 恒大的许家印夫妇排名第二 财富达到2609亿元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的身价为2138亿元 位居第三 万达王健林家族的财富为1647亿元 为第四名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 北京大学的一份报告称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国1%的财产 这项研究同时发现 最贫穷的25%家庭仅拥有全国1%的财产 但是外界认为 陆媒出台的大陆1000名富人榜中 并没有包括中共红色后代及中共官员的财富 他们才是中国最富有的人 美日电讯报此前报道 中共元老的子女们是共产党掌控大片国家经济的最大受益者 他们从他们的关系中致富 据路透社2014年3月披露 北京当局收缴了中共已退休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家族 至少900亿元 相当于145亿美元的资产 而周永康仅仅是一个草民出身的官员 中共红二代 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 其家族的白手套囊括了国有大企业及私企老板 如落马的前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 被调查的安邦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辉 明天系的掌门人孝建华等 都被指示增加的白手套 同时 曾庆红之子曾伟还利用其父的影响力经商 仅从收购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中至少获利700多亿元 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其家族更是闷声发大财的代表 其子江绵恒被指示中国第一摊 不仅用数百万元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卫价值上亿元的 上海联合投资公司 从而开始他的电信王国生涯 在短短几年时间 建立起了庞大的家族电信王国 江绵恒还以国有企业上联名义 入股中国网通 2008年 江家父子将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 成立新的联通公司 江大网通 联通二套人马归一 表面上 壮大了国企力量 实际上是江网通 联通全部归于江绵恒旗下 变成了江泽民家族企业 另外 江绵恒还被指染指近年来多起 轰动国际社会的重大贪污案 如周正义案 刘金宝案 黄菊前秘书王维公案 中国重大金融丑闻招呼权正案等 据中国事务早前透露 江泽民在瑞士银行 存有3.5亿美元的秘密账户 在印度尼西亚的克里岛买了一栋豪宅 1990年就值1000万美元 由前外长唐嘉玄替他办理 路透社曝光了江泽民之孙江之城 2010年成立博裕公司后 仅从投资日上 信达两笔生意就大赚数亿美元 近日 中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锋 成为中共浙江省全国人大代表 有外媒称 胡海锋贵为官二代 家世显赫 形势相当低调 但仕途不时有暗用 据传胡海锋 还曾一度成为暗杀目标 此后 胡锦涛遭遇江泽民部署的三次暗杀 结尾成功 1月30日 中共浙江省共产生94名中共人大代表 其中包括浙江省嘉青市委副书记胡海锋 这是胡海锋自2013年任职浙江后 首度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2月2日 由外媒分析说 胡海锋贵为官二代 家世显赫 试图顺畅兼为外界关注 却不时有暗用 故此需要明着保身 形势小心 但也被认为极具政治敏感性 去年12月 胡海锋未如外界所传 升任浙江省台州市委书记 同月 浙江公市浙江省第13届人大代表名单中 胡海锋不再列 引起各种猜测 不过 如今他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方间右转而认为其个人试图仍有更多上升空间 分析指 作为胡锦涛的独子胡海锋的品性官生都不错 任职之处也没有传出丑闻 再加上父辈声望既是其政治资本和优势 因此 他在仕途上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现年47岁的胡海锋 40岁时便及真正听及 他曾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 2013年5月开始从政 挂职嘉兴市为副书记 2016年3月 任嘉兴市为副书记 市长 2017年4月 浙江嘉兴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胡海锋出任新一届嘉兴市市长 此前曾传出作为胡锦涛儿子胡海锋 曾成为暗杀目标的消息 2012年 维基解密公布了一份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在2007年10月5日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 电报中说 南京大学谷教授表示 据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亲戚透露 中共十七大前就曾有多宗政治谋杀 左右权力分配格局 其中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之子胡海锋 曾成为刺杀目标 电报引述消息说 2006年胡海锋成为暗杀目标 但没有成功 对他的保安因此加强 包括他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子公司同方威市公司 胡锦涛是习近平的重要盟友 中共十八大后 胡锦涛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习近平 习主政前五年的反腐打虎 清洗江派 期间胡锦涛多次高调露面挺习 港媒曾曝光 胡锦涛本人也曾三次遭到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暗中部署的暗杀 其中一次最为惊心动魄 外媒称为黄海四湖事件 也称黄海暗杀 2006年胡锦涛到黄海视察 他乘坐的导弹驱逐舰突然遭到两艘军舰开火袭击 胡身边的五名士兵被打死 胡锦涛直飞云南 一周后才返回北京 被曲谱的舰艇官员供认 命令是江泽民下达的 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具体实施 中共建政近70年来 官场上的谋杀 暗杀一直与之相伴 有评论人士指 中共本来就是黑帮组织 中共官员为争夺利益 完全无视任何法律 道德和社会因素 世界门新闻网mnewstv.com 中国号称已经粗步发达了 而且号称哪年哪年 就快赶上那个美国 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了 为什么连这点起码的保障措施 都做不到呢 为什么亿万风马上就超过美国 而穷人这么多 也没有起码的保障呢 这就要看看两国社会经济结构 有什么不同了 美国是个民主社会 也就是说老百姓选民是主人 这个主人就体现在 一切社会经济措施 都必须保障主人得到很好的照顾 从工资福利到各种保障 依照对穷人的照顾 都必须照顾到 否则主人不高兴了 您老先生就得下台 所以他们的国民收入 大部分是老百姓消费掉了 这个消费反过来 也保障了生产的发展 英国法国人口还多 可是在中国也就是5%的样子 绝大多数人仍然陷于贫困之中 我说的不是中国政府公开承认的贫困人数 这个标准本身就低的不正常 而且数字还被作假 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之外 大家都知道那个数字不算数 大家可以在自己周围看看 有几家老人看病不发愁 孩子上大学不发愁 年轻人买房子 结婚不发愁 一家人吃饭 营养不发愁 等等等等 不发愁的人家 可是不到5%吧 也就是说 另外的95%的人民大众 都属于层次不等的贫困人口 人民日报们每天都在辩解说 美国也有穷人啊 美国报纸自己说的 今年新年特别长 总共一个半月 咱们的话题可以充分的展开 对老百姓来说 最关心的还是钱袋子 俗话说的好 钱袋子不鼓 心里面打鼓 快过春节这个大节 大多数老百姓都在为钱袋子 能不能应付开支发愁 所有的媒体都在说 中国已经如何如何发达 至少每人好几千美元收入 应该算是中等发达 或者说是进入了小康了 那还发什么愁呢 确实有不少人进入了小康 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 小资本家小白领什么的 电影电视里不都是这种场景吗 而且人数还真不少 超过了一般大国的人口 但是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这几千万人比 经济和发展都围绕着为人民服务 中国是个专政国家 权力被一小撮人所垄断 钱也当然是被一小撮人所垄断 人民被他们当作奴隶或者牲口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只能给他们提供能够保障再生产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了 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享受 为什么要和牲口共享呢 当然高级牲口们也就是他们的坐骑和宠物的待遇会好一些 例如那些院士委员之类的待遇 早就已经三种精英相结合了 总而言之 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说法还是正确的 例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 就没有说错 中国和美国之间政治上那还有假吗 一群五毛和愤青们也跟着压压 就是听说那边买房子也不容易 上大学还得贷款 满街都是无家可归者 压压压压 但是人民日报没有说 美国的无家可归者 由政府人员把他们送到收容中心 有吃有喝有屋子住 平时还有各种慈善组织免费发方面包黄油和牛奶 让有家可归但不富裕的穷人保障营养 小孩子上到高中一律免学费 还有免费的午餐和免费的校车接送 更值得一提的是 即使不是合法的美国公民 小孩子上学仍然享受一样的待遇 这和最近被习近平驱赶的所谓低端人口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话说